有很多地雷食物 剛剛有特別提到南瓜跟芋頭 但是為什麼無糖燕麥飲 跟無糖優酪乳也不行啊 他們無糖欸 當然小心無糖這兩個字 蠻多連餅乾都在做無糖 無糖時它沒有添加糖 但是它的基本構造裡面的 譬如燕麥麥片還是要算碳水 那個優格是因為是乳製品 乳製品的話如果是調味的優格 那真的有加糖 鹽味的優格裡面還有糖量 所以大家應該是認識那個食品標示 那食品標示其實以前 現在的學生我知道他們很早就開始教 小學都有教 也許我們其實曾經會過啦 但沒有用就忘光了 糖胖書上有教 你要找出那個碳水這兩個字 你先看到那個總碳水 例如總碳水30公克 那它有兩個東西是可以區別 第一個它有糖 不管是它的食物自然產糖 只要構造是糖 或者是說它是添加糖 糖它就是跟總碳水加在一起 例如30公克的碳水 5公克的糖 你的碳水就是30 裡面含5公克的糖 裡面它如果又加了膳食纖維 膳食纖維就是它不升血糖 你可以扣 通常如果它跟你血 我有3公克的膳食纖維 真的影響血糖的碳水 就是30公克的碳水 減3公克的膳食纖維 有27公克在影響你的血糖 那個糖就是加 或是它自然產生 所以無糖豆漿才會被誤會 你不是告訴我無糖豆漿嗎 那為什麼標示有糖 因為這種噴煮方式 糖就會分解出來 那燕麥會被認為很健康 但作為燕麥飲 那個膳食其實就算纖維成分還在 它被大量的破壞 另外燕麥本身就要酸糖 OK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要請醫生來跟我們說一下 飯後的水果到底有多可怕 水果如果抓量 大家喜歡說飯後要疑似感的水果 那我在設計一個133飲食的時候 水果是可以外掛 因為我覺得水果是另外一件 水果不算啊 水果是糖 外掛 外掛 你可以做替換 聽到外掛要比較開心一點 還可以再加 但建議一次的量 做到大概半份糖 半份糖 一天拆兩次 如果你要完整的吃掉一份糖的水果 我就會建議放進去煮餐 OK 為什麼 因為半份 是7.5公克的碳水 當我們的碳水貼近5公克的時候 血糖影響有些微 它就是很少 那你又可以忽略它 OK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正餐 例如我有一片吐司 那我也還有半碗的水果 那就等於一碗半 1.5份的那個糖 那這個總加就是在我們一天設計的 那個90到105的寬限值裡面 一天的總量還是低於130公克 低於130公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的營養學的道理 那半份水果大概是多少 在碗裡一定是半碗以下 那什麼比如說草莓 草莓大概以半份來看大小 如果大顆一點它大概是兩粒最多到三粒 那葡萄呢 葡萄的話半份的水果大概六粒左右 那蘋果呢 蘋果要切 蘋果要切 那大概再半碗以下 就大家喜歡用那個一個兩個來對 那因為像帶水分的水果 它水分多的水果都會再多一點點 那如果那個水分是少的 就很紮實的 它的分量就會少一點點 例如那個四加的糖量非常非常多 那我也測過很多血糖 比方說那個 我測過很高的 比方說鳳梨 鳳梨真的升上來很快 鳳梨升上來很快 那很快 如果你願意量少 那你就也不是常常這樣吃 其實對照起來 半份糖的水果 那個是可以抓 切 我切的當然小通常是切大概拇指大 拇指大 切片的話 我喜歡對那個小指的那個 直接 對自己的寬鬍 那這樣的話 就你會享用到不同的水果 我的早餐 經過一些改變 以前我也喜歡澱粉 那我現在後來澱粉 我也吃得很細 所以早餐我跳過 我早餐是用水果替代我的澱粉 你早餐吃水果餐 我常常吃水果餐 我就用水果切片 OK 那放在碗裡 我還是抓在那個半碗左右 因為我後面的豆漿還有點碳水 所以我加加大概平衡起來 大概就在一份糖左右 游醫生我想問一下 你這麼多這個病患喔 他們得給你的回饋是133餐盤 到底吃不吃的飽 飽 只要移動會飽 一開始因為那個是根深蒂固的那個沒有飯來電飽 對 那大家常常最後經過我的解釋後會被破解這個迷失 因為飯啊麵都是軟的東西 在胃停留時間真的很短 那那個蔬菜啊蛋白質 他在胃需要消化 因為都有纖維 所以那個吃不飽 表示你有口福 加菜 加肉 加蛋 加豆制品 你可以吃下更多其他的食物 改變那個飲食 進食的方式 它也很重要 飽 是一個複雜的人體的 屬於自己的感覺 比如說你的飽跟我的飽一定不一樣 所以你問我飽 我很飽 但是如果 為什麼你也會不飽 其實有一個因素就是你吃東西的速度 咬 我們咬不是安慰自己說 我有吃這些東西 咬這個動作會回饋到我們的腦部下吃球 所以會讓那個飽的那個速度來得快一點點 到底會不會很難執行啊 我這個民眾可以長期執行 我可以一輩子執行嗎 先回答那個可以一輩子 是真的可以一輩子 為什麼那個一輩子是可以的 是 所以年齡增加蛋白質需要量 一定要增量 所以你的食物優先是蛋白質食物 雖然你今天那個飯比較容易咬得動 那蛋白質不見得都是要咬 對 我們有不同的選擇 譬如說讓年紀大一點可能豆子品啊 蛋它都是容易比較入口 所以我在書上有揭露我們增加吃蛋之後膽固醇的影響 其實並沒有惡化 我們蛋吃最多就是那個在做牙科治療的時候 哪個正常說沒有辦法做咀嚼一餐三顆蛋四顆蛋這樣吃 維持它需要的營養素 它真的可以執行到 容易嗎 不容易 除非你下定決心 你要打破是為說我看到什麼我就吃下什麼 我買到什麼就吃下什麼 你要去學習做拆解 拆解的意思是說如果我今天知道說 我今天假設一個饅頭的分量是我們講的例如有四分糖量 那你的一份糖量就是四分之一 當你有一顆饅頭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我不要一餐吃完 當天要吃完勉強了 就是你各用三分之一 就是你的主食 那你今天假設說你很喜歡吃饅頭以外的 我想換口味 可以啊 你改天就換別的口味 所以在談那邊飲食的時候 我自己的主張是 我不讓任何的食物從餐桌消失 有些人說天啊你這個是 例如我們年節會吃臘肉 年節會吃香腸 天啊這個添加添加 那如果你一年一次呢 它其實不是健康那麼大的危害 所以你的食物清單就很多 你也不要難過說 我的饅頭只能吃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你今天饅頭 你隔天可能換包子 包子我可以跟你說 包子的皮只能去掉一半哦 只能吃下一半要去掉一半 你可以換 所以如果當你願意的時候 你就會去拆解 你會認識食物 營養跟你健康的關係 你會對到這個是蛋白質 這個是蔬菜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是國家認證 A B 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傳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忻思術 瀋灰 時刻湧 空 無握 軟 誤 感谢观看